在2022年体操世锦赛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,巴西女将利贝卡·安德拉德笑到最后,勇夺冠军。这是她首次获得世锦赛女子个人全能冠军,创造新历史。 中国选手欧玉山顺利完成四套动作,最终排名第七。虽然吴远林讲台,但是她的平衡目高距第一,让人惊喜。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锡进退出决赛。第一项跳马结束之后,欧玉山排名靠后,其实她的完成质量很不错,但是难度太低了。 第二项是高低杠,欧玉山的发挥不如资格赛,两项过后排名第九位。 关键的平衡目比赛,欧玉山虽然出现了小失误,但是整体发挥很不错,平衡落地让她得到了13.866分。 这个分数在平衡目项目中高居第一。 前三项过后,欧玉山追至第七位,最后就是自由操。 欧玉山顺利完赛,总分53.899分,获得女子个人权能第七名。 整体来看,欧玉山顺利完成了四个项目的动作,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,但是整套动作难度偏低,很难竞争奖牌。 即便如此,欧玉山仍然收获了惊喜,那就是平衡目排名第一,这会让她更有信心。 女子个人权能冠军属于巴西女将利贝卡·安德拉德,后者在东京奥运会获得女子跳马金牌,女子个人权能银牌。 是巴西历史上首位女子跳操奥运冠军。 这个夜晚,利贝卡·安德拉德再接再历,以56.899分,夺得女子个人权能冠军。 已经23岁的利贝卡·安德拉德,终于成为女子个人权能世界冠军。 美国选手琼斯落后1.5分,获得银牌。 资格赛排名第五的英国选手杰西卡·加迪洛娃强势爆发,落后巴西选手利贝卡·安德拉德1.7分,获得一枚宝贵的铜牌。 而女子平衡目只有欧玉山一位中国选手参加,不过她是以资格赛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的。 决赛当中倒数第二个出场,出场顺序上也比较乐观。 不过,平衡目这个项目是女子所有四个项目中失误率最高的项目,而且决赛只能做一组动作,有点一锤子买卖的感觉,还是不能过于乐观。 欧玉山在平衡目决赛的主要对手里,加拿大选手布莱克第二个出场表现相当出色,拿到了13.566分。 这给后面出场的选手不小的分数压力,而刚刚摘得女子全能桂冠的巴西名将利贝卡安德拉德表现不算理想。 多个环节出现了失误,最终只拿到了12.733分。 日本小将杜布叶月完成质量很高,是拿到了13.600分。 决赛里选择难度最高的美国选手布莱克利是比较可惜的。 整套动作的前四分之三都是做得非常流畅,在结尾的一个侧空翻时出现了失误,导致掉幕。 分数并不高,13.300分。 欧玉山第七位登场,在四叉截环跳上出现掉幕,其他动作上也是有点小的晃动,没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。 裁判只给出了13.000分,比他资格赛的分数整整少了0.900分。 如此一来,在最后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宫田生子亮相之前,日本队就已经锁定了平衡幕的金牌。 最终,日本队的杜布叶月和宫田生子包揽了金牌、铜牌。 这也是日本女队本届式竞赛的首美奖牌。 加拿大的布莱克拿到银牌,欧玉山排名第六。 平衡幕这个项目,是我们在冬季奥运会上包揽了金银牌的项目。 但不得不承认,中国对目前平衡幕的表现非常不稳定,有挑战高难度的能力,完成质量也不错,但是非常容易出现失误。 奥运亚军唐锡进在本届市锦赛资格赛调幕锦列第38名。 管辰辰目前是离队状态,在浙江大学就读。 女子平衡幕决赛之后,中国名将商春松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自己对比赛的见解,引发网友们强烈关注。 商春松表示,怎么说呢,现在的平衡幕水平真的一言难尽。 市锦赛平衡幕5.5起平,13.6拿冠军,国内决赛都进不去,我们那批真的强得很多。 对于商春松的吐槽,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支持。 怎么现在的体操难度都下降了那么多,和松茧那批没得比,那批真的难度太恐怖了。 我们稳定性和难度有待提高,你们那批的难度做得更好。 总感觉比平衡幕心态的重要性已经超过10例了。 你现在回来比个平衡幕也能拿牌吧,毕竟能稳住就已经赢了。 说的在理,这个日本队员本身确实是没啥大难度动作储备的选手,最后得了冠军。 里约奥运周期,商春松包揽了全国锦标赛平衡幕项目的全部冠军。 他的平衡幕成套不仅难度大,而且完成规格也十分的漂亮。 遗憾的是,几次世界大赛,商春松都没弄在平衡幕单项上发挥出最好水平。 再加上当时的拜尔斯正处于如日中天的状态,他也就与冠军领奖台失之交臂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全能选手的商春松,在高低杠上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,商春松腾越。 2017年第13届全运会后短暂退役的商春松,两年之后付出,仍然能夺得全国锦标赛自由操冠景,也因此被体操迷细称为布老松。 2022年,世界体操锦标赛平衡幕决赛,赛前最被看好的两名选手,欧玉山和布莱克利,都出现了掉下气泻的重大失误,吴远林奖台。 在多名实力选手出现失误的情况下,登上领奖台的三名选手的D分,没有一位超过6分。 而获得冠军的日本选手,杜布叶月,D分更是只有5.5分,是一套难度非常低的动作。 要知道,是平衡幕为强项的中国队,要找到8位D分超过6分的现役选手,可以说是十分容易的事情。 这或许也是商春松吐槽的最大原因。